是讓公眾非常容易誤墮法網 因為這些詞彙本身 其實如果不能夠很清晰定義的話 就是說會透過行政機關主動辯解 然後將相關的人士送上法庭 由法庭作進一步的判決 這一個我覺得其實是一個不好的立法基礎 因為一個好的法例 是應該要令公眾知識相關的法例 對它的要求和限制是怎樣 而不是將主動權交給政府 所以在這裏我覺得政府有責任 是要進一步釋除公眾的疑慮 才能夠令到國歌法在實施的過程裏面 是不會讓公眾誤墮法網 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第二就是說在這個法案的行民過程裏面 其中是包含了 將儀式和宣誓的內容 是結合在一起的描述的 那究竟儀式當中裏面所衍生的問題 和你宣誓相應的內容 是不是會成為政府去作政治打壓的時間工具呢 亦都令到很多市民大眾有很大的疑慮 這些疑慮都構成到如果政府是不能夠 是釋除公眾的一個擔憂的話 是令到想推展國歌法的問題 是只會令到社會在這個問題上 是會衍生更大的爭議 所以我希望在接下來的國歌法的條例審議的過程裏面 政府是要盡一切的努力 向公眾去釋除大家的疑慮 如果這些疑慮是不能夠得到釋除的話 我相信民主黨也是很難可以支持到相關的法案 所以我期望在接下來的法案審議的過程裏面 是能夠將這些公眾的疑慮予以釋除的 那麼這一點 或者我還有一些補充的意見 比喻王碧雲 關於這個國歌法 我們現在見到 政府都是寫清楚 說你是要有這樣的侮辱國歌的意圖 並且是故意發佈 還要是公開發佈 這樣就會容易入罪的 那麼我們現在比較關心有幾個問題 剛才智慧也說了 那麼我們現在見到 首先我們見到那個罰則 其實都是很難的 那麼那裏現在說 如果一經定罪 是可以判處最高五級罰款 那裏是說罰款五萬 還有是監禁三年 那麼這個都是似乎 都是跟我們一般犯的罪行 大家的期望 覺得這個是很難的一個刑罰來的 有沒有必要 是因為這樣而找一個人坐牢三年 那麼第二個我們都覺得是很難的 就是那個檢控期 那麼現在呢 如果任何人做了這些行為 而被定罪的話呢 他是可以在檢控期 就是在事發兩年內 可以檢控的 那就是說如果有人 他某一刻因為某種緣故 做了一些 貶選角哥或者是 意圖侮辱角哥的行為 有公開發佈了呢 那麼其實 你做了這個行為呢 你真的要守行為 兩年內他都可以追究你 那麼我們就覺得 這個檢控期呢 會不會太長了 就是是不是應該可以縮減回到六個月呢 那麼 這個是我們 就是希望在審議法案的時候會提出 那麼最後一個呢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不太清晰呢 就是關於就唱國歌的場合呢 是將立法會議員宣誓呢 那個儀式是放了下去呢 是需要就唱國歌的 那麼但是 早前我們也都跟 政制及落地事務局呢 反映過 有可能是 不清晰的地帶呢 就是說 70位議員宣誓 就不可能每一個議員宣誓 都播一次國歌 那麼我們猜是應該一開播的時候 就播 那麼但是一開播播的時候 是不是全部 70位立法會議員都要在場呢 而如果他缺席的時候 會不會是 他那個跟著下來的那個宣誓就任 是被視為呢 是受到質疑呢 那麼就算他在場的話 如果他沒有咪嘴 跟著播放的歌歌去唱的話 是不是又當是一個貶選 或者質疑 你是否有一個很誠懇的一個 宣誓的內容呢 那麼所以 這些都是我們會擔心的一些地方來的 那麼 現在立法會呢 其實開會是沒有規定議員 在哪一個時段一定要出席 或者全體議員一定要在席的 是沒有這些這樣的條文的 那麼所以如果到 做到將就唱歌歌作為宣誓儀式的一部分的話呢 是我們希望在法委會那裡 都政府是應該清楚解釋 不在場會否構成這個宣誓無效 甚至即使在場 他如果站在那裡又怎樣 坐在那裡又怎樣 他不咪嘴跟著唱又怎樣 會不會是作為一個被理解呢 是你那個宣誓無效呢 那麼我們覺得這裡都會有一些的陷阱 是會令到大家會擔心的地方來的 那麼我們希望政府是會進一步澄清的 民主黨之前一直都沒有記憶 是否支持或者反對 其實現在提到的條文 到底你們總體來說是支持 剛才我也回答了 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在條文的內容 有很多的行文用語用字 是有去不清晰的地方 亦都是引起公眾的疑慮 在這個背景下 我覺得在接下來的法案審議的過程 政府是有責任 是要將這些疑慮予以釋除 但是如果這些疑慮 它不能夠釋除 仍然好像今天 在這個電視上所見的含糊其詞的話 我相信民主黨是很難支持相關的法案的 所以我只能夠說 我們在接下來的法案審議的過程裡面 是會將我們有的質疑和疑慮提出 亦都是要求政府要予以澄清 而我們是會視乎 它能不能夠釋除公眾疑慮 是作最後的判斷 但是如果不能夠做得到的話 當然是會影響了我們最終的決定 亦都是非常之有可能 令到我們是不會支持相關的法案 這是第一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就是剛才雲被人提到 就是在這個法案裡面 第一次是將儀式的規範 和一個另外的法案的內容 是掛連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做法也不是一個恰當的做法 因為儀式上 根據各個法法裡面的內容 亦亦亦予規範 但是因為這個儀式上的一些可能 不合規的各種的可能性 然後就演變成為其他法例上的 是不符合成為一個DQ的工具的話 這只會令公眾或立法會同事對這條法案有更大的質疑 因此我們在審議過程中也希望將這些事情拆勾出來 令儀式的審議盡量不讓公眾誤懦法網 而儀式的規範也只針對儀式上的事情 而至於其他的內容的話是要按照其他的內容法規是予以規範的 就不應該將兩者結連起上來 這是我初步的看法 現在我們就很難立即說我們支持或者不支持這條國歌法的條例草案 因為他來到立法會就剛剛到 我們都需要一個審議 亦都需要政府去解答那些疑問 譬如剛才說到任何人如意圖侮辱國歌並故意發佈 那他就有可能會中立 就是可以檢控他 但是問題如果他是在一些私人的場合不是公開的 但是他有一些惡搞 或者被視為侮辱國歌 他有意或者無意都好 我們都不要說 因為意圖都是比較難去判斷的 但是如果他在這個私人的party做了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不是他公開發佈的 但是有一個party裏面有些人他出席 原來他拍過片 然後就載上他的facebook那裏 如果不是同一個人發生同一件事 那會不會是會追究呢 入罪呢 原來想惡搞想玩那個是想在私人場合自己玩 也不是特別想侮辱或者什麽也好 但是被另外一個人 cap了這個圖或者錄了 然後將他發佈了 在facebook那裏 或者youtube那裏 那是不是會 找回你算帳呢 那這些其實我們都未很清晰的 如果這些不釐清的話呢 就是我玩玩玩玩 我以為是私人party 我不是打算公開 但是有一個不生性的 就拿了另一條片拿去公開 那究竟是會追究那個公開那個人 還是追究完先玩那個人呢 因為他是沒有打算公開的嘛 所以 這些我們其實現在都不是很清晰的 所以我們希望 在審議的過程 政府要搞清楚 我告訴市民聽 究竟那個責任 是在哪一個方面 因為現在這裡有意圖 有公開 有這個故意 那所以 裏面這幾樣東西的combination 可能是由一個人做 也有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做的 那那裏就要大家搞清楚了 又或者他去這個party 有人搞這些東西 但是不是他搞的 他是做旁觀者而已 那他參與了這個活動 他又算不算是 會不會中招呢 那這一堆都是我們 是需要 接下來是要澄清的東西的 我想和別人所講 其實都反映了一點很重要 就是 其實市民大眾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的 是正正因為對政府的不信任 是以至到在法例上 這些的行民用語 是大家是要要求 政府是要予以 是清晰的一個表述 去令到大家呢 是知所是處置 如果不是的話 就變成就是 行政機關可以 有權用盡之下的一個 是法規 亦都有這樣的時間呢 是令到大家非常之不安心 那 因此 我覺得 特區政府是有責任呢 在條例審議的過程裏面呢 是向公眾 釋除大家所有的疑慮 然後是令到這個法案的 如果 他最終是通過實施的時間呢 是不會讓公眾呢 誤諾法網 那這個是最關鍵的 第二個部分呢 我想補充回就是 剛才提到就是 在國旗法之下呢 因為是沒有令到時限的關係呢 所以就按照這個 是普通法的 是 就是簡易秩序程序呢 是用了半年的時效呢 是作為基準的 那 但是在現在這個法案裏面呢 是將整個時效呢 就推延到最多是兩年 那 因為這樣的時候呢 亦都是會令到公眾覺得就是 這樣的做法 是令到大家人心惶惶的時間呢 是延長了的 那因為這樣呢 我們覺得 其實政府也都 就是 無必要要這樣做 因為他既然都想就是說 如果是跟國旗法呢 是大致相約的話 是應該用相約的安排 而不是呢 在這裏要專程勾出來 他解說的理由呢 我也都覺得 不是一個很合理的說法 如果政府是覺得 有些的是 檢控過程他需要盡快做的話 其實他盡快處理 根本就是不需要拖 那因為這樣的話 我亦都是在這一點上面呢 是覺得 他將這個的檢控時間呢 是推延了的話 是令到人心惶惶的時間呢 是會延長了 也是不必要的 加重了是市民大眾的 是擔憂和壓力的 我自己覺得 在奏唱國歌的部分 我們同時可能有各種不同的事情 會發生也不一定的 但是我們一直都會尊重和看重宣誓的過程 因此我覺得我們是會完成那個宣誓的程序 作為一個最重要的考慮 我亦都是相信 市民大眾是會期望我們是 進入立法會的話 是應該是要按照法規去完成 應該要做的是宣誓的工作 令到我們能夠繼續履行這個立法會員的職務 那裏我們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不在這裏長答 但問題就是說 整個的 第一我已經說了就是 我覺得宣誓的過程 是一個我們是一定會遵從的過程 而那個是奏唱國歌的儀式 是一個儀式的部分 而這個儀式 大家無可避免地是會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因此就是 我只能夠說 我們是會按照在法規上 需要完成的宣誓的程序 去擔任立法會員工作 去符合市民大眾的期望 這一個的要求去履行我們的職責 其實現在我法例沒有講清楚 議員宣誓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要奏唱國歌的時候 要在籍的 那這個也是我們想提出的疑問 那如果政府說奏唱國歌的時候 全體七十個議員必須在籍 他其實是應該要在 那個條文那裏寫完 如果他沒有的話 根據立法會現在的議事規則 是沒有任何一條規定 所有議員要在籍的 如果你不在籍 你動議一個議案的 那就流了 就是 過了去 不會有什麼罰則的 但是如果你說 在條文那裏 寫到明 議員要合法宣誓 是必須要在籍 奏唱國歌的 如果你缺席 就等於你不可以跟著宣誓 就是問清楚究竟是不是這樣 先 如果是這樣的話 而最後過了條例 都是這樣的話 那議員就沒有得選擇的 因為你不在籍 就跟著你都可能不可以宣誓了 或者你宣誓都當作無效了 但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現在這條條文就沒有說這件事的 如果沒有說 就有不同的詮釋空間 那這個也是議員的疑慮 我們都會質疑 如果不講清楚的話 出現一些缺席 就放國歌的場合 是不是等於那一位的議員 不可以宣誓就任 那這個是要政府自己要回答我們 我們才知道我們將來可以怎麼做的 OK 我一定會加入 我也會 我也會 我相信很多議員會 我相信很多議員會 即是議員會 即各位都會一起 我想我們會 這個法案大家都很重視 但始終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因此就是說 我們會在這個審議當中 互相支援 而我相信絕大部份的會議 我們很多同事都會出席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希望在這個法案審議的過程裏面 將市民的疑慮 予以釐清 而最終究竟是這個國歌法 能不能夠在議會當中獲得通過的話 我想大家都清楚 可能已經不是我們能夠主導到的事情 但是我們會盡我們的責任去做好審議的工作 去確保市民大眾不應該誤諾法網 而這個我覺得 是在整個國歌法當中 是最重要必須要釐清的一個內容 亦都要確保就是 政府不可以利用這個國歌法 是成為它自己的一個濫權的工具 有權用盡之下 作為政治打壓的一個工具 那麼這個我想 也是我們很重視的一個環節範圍